8日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和黃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 天文台考慮下週初段改發3日強風訊號 上週11點強烈熱帶風暴帕卡集結 在香港以西大約150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大約28公里移入廣東內陸 並逐漸減弱 隨著帕卡登陸和遠離本港 香港風勢會逐步減弱 但香港仍然受帕卡相關的雨帶影響 西南部地區風勢仍然挺大 當本港不再受烈風或暴風影響時 天文台會考慮在下週初段改發3日強風訊號 天文台說受大驟雨的影響 低蛙地區可能出現水浸 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本港一共有超過300班航班延誤同取消 其中國泰和港龍航空取消50班 來往台灣、內地和東南亞的航機 中華航空和華信航空取消12班 來往台灣的航機 而長榮航空也取消6班 來往本港和台灣的航機 機管局說當百號訊號除客時會陸續恢復運作 提醒旅客留意航空公司的公佈 確認機位後才出發去機場 由於強風的關係 青魚幹線中線封閉 即是剩下快線和慢線開放 容易被風吹到的車需要行青魚幹線下層 就禁止使用丁九橋 另外昂船洲大橋和深圳灣公路大橋 也暫停使用 這次風暴消息到這裡